哈喽大家好,我是雲霸 今天我们要来介绍你一款好东西 你绝对用得到 而且是全家人可以一起用的好物 那就是INVEGUN好快模组延长线 它内建100W的2C2A 无论是手机、平板、笔电、吹风机 各种产品都能充 而且它还有神奇模组化设计 让你可以用起来更弹性 一个人出差或者是家庭、旅游都很好用 而且它还有支援安全、断电、蓝牙、遥控等等的智慧科技 话不多说,我们就马上来开箱 OK,Let's go 这个是去年INVEGUN好快的快充延长线 它其实就蛮好用的 你看它有内建两孔USB-C以及USB-A 还有三孔插座 最高它可以支援65W的USB-PTT笔电来充电 那以传统延长线来说 功能其实蛮齐全的 但后来我发现 当我要一家四口人出游的时候 就还是不够用 起码我要带两条才够 而且饭店有时候它就只给你一个插座 那就会有点麻烦 所以INVEGUN好快的模组延长线 就是为了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那今天我要来帮大家介绍的 这个INVEGUN好快的模组延长线 它是一款很厉害的产品 它可以让你一条线通用 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一家人都很好用 来 这个是它的基本形态 那它目前有五种颜色可以选 整体结构非常扎实 它采用T形的造型设计 你看它是T形的 那放在桌上会非常的沉稳 那最特别的 是它的模组化设计 那它一共分成三组结构 那这边是负责用来充手机平板的 有2C2A 那最右边有一个电源总开关 那中间它是一般电器使用的插座 那一共四孔 那孔锯都分得很开 你看分得这么开 在侧边还有一孔 就不怕那种超级大的插头 像Dyson的充电器 或者是数据机的插座 那种都很大的插头 就不会干涉 而且它的每一孔都会有独立开关 相当的优秀 那在这边则是干好快模组延长线 它自己的充电模组 那这条线不只是外面用织布包着 质感很好 那线径也很粗 它安全是有保障的 再来我们来看它最神奇的地方 就是它的模组化设计 只要你这样一转 就可以把这三节分离 你看这边它是用三爪 环形包覆式悬扣设计 进行结合 那它的设计非常的巧妙 非常的稳固 而且绝对不会脱落 你只要这样子对准孔位之后 插进去一转 就固定了 绝对不会脱落 假设你今天短暂出门啊 带着手机平板笔电 那你就可以用最小的干充电方块 加插头方块来搞定充电 来直接把它结合看一下 一转 这样就是一个最小的 史上最小的100瓦铝充 而且它是一个必插形式的 那这边我把所有的孔位 输出的功率列给大家看 那它最高可以支援单孔100瓦 那这个插头方块啊 它的插头是折叠的 可以这样子直接折叠 那造型也有思考过 不会去占你的插座的大小 那不会去干涉到另外一个孔位 好假设如果你是一家四口 去旅游也没有问题 那你可以接上插座方块 这样子直接把它结合起来 然后再加上它原本附的这条 电源方块就OK 那这一整条的承载功率啊 最高可以高达1650瓦 那像我去住宿啊都会自己带吹风机 这种瞬间大电压的产品也都没有问题 全家用都可以 而且它的线长有两公尺 像你去住饭店啊 有些位置真的是很尴尬 那你就可以直接用这个两公尺的延长线 让全家人一起来充电 如果你今天是要跟一群朋友去民宿包洞 或者是办公室的食人会议室 要一起充电 那也没有问题 因为它有推出这个延伸模组 你就直接这样把它插上 好一转 这个电源模组也把它插上 有没有把延伸模组把它插上 再多人再多装置也不怕 通通都能充 真的是一条搞定所有人的充电需求 真的是非常厉害 再来我们来讲到它最重要的就是它的安全性 用电真的要非常注意安全 那这一颗干好快模组快充延长线 它其实也非常安全 它内建过载自动断电 那上面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闪电符号 它平常不会亮 那一旦开始闪烁的时候 就是在提醒你电量即将要超标 那如果一旦超出它总负荷的瞬间 它就会自动断电 那再来是在侧边每一个插座 它都会有这个独立的电源开关 那同时它还具备一个手残侦测 像你家里有养宠物啊不小心它扯到线 那这个插座插到一半的话 它就会自动断电 那如果你把整个插头拔掉 它也会自动关闭这一孔的电源 那最特别的就是干好快模组延长线 它还内建蓝牙 也就是说你拿你的手机 跟这一组延长线配对之后 当你离开这个环境 那蓝牙一断开 它就会自动关闭所有电源 也就是离开侦测 那现在的蓝牙其实都有10公尺的距离 所以当你的延长线在10公尺的距离 它有感测到你的手机 它就会保持运作 那离开家里 那就可以自动关闭电器 有没有很神奇 而且这个蓝牙功能 未来还会再升级 那你可以用手机去控制每一孔的电源 那用模组的好处 就是它的功能可以一直去升级 一直解锁 最近Infade 他们又解锁新的这个磁吸模组 所以这一条延长线会越变越好用 其实讲到充电的需求 大家都有 现代人都有充电的焦虑 短时间出门你会带着行动电源 那如果超过一天的话 你就一定会带着充电器 但是有时候我们去旅馆住宿 就会碰到那种桌子床 离插座很远的鸟市 那感觉饭店很怕你充电一样 所以我去住宿一定都会带着一条延长线 那现在有干好快模组延长线 真的是一条搞定 像我最近去宜兰旅游 那全家人一起共用这条线 真的是要多要少 要长要短都可以 转一下它就可以符合需求 那这条的外形 颜色都可以自己去配对 都很好看 那安全性它也高于市场的标准 那目前干好快模组延长线 正在哲哲集之中 那售价于每个模组方块的方案 我都放在下方的资讯栏 那影片中各种的组合都有 大家都可以自己上去看看 那到底要怎么选呢? 其实对我来说啊 干好快模组延长线的方案里面的 豪华快充组合 我觉得是最完整的 然后我建议你 一定要加购一组插头方块 才可以用最小的模式出门 那至于这个第二节的插座方块 就看你的人数需求 那如果你家人多 那你就多买一节 那最后你会问 到底哪边可以亲手摸到去把玩 那目前干好快模组延长线 正在三创园区的八楼 Tesolo的摊位展示中 现场不仅五种颜色都有 而且你也可以亲自试试它的充电速度 拿起来直接拆装看看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开箱介绍 那如果大家对这一组产品有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在底下留言 我是云霸 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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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